2012的時候吧 就是前一年的時候 就有看到有一些人在 10X Taipei這個舞台上面 然後他們去分享他們自己的一些故事之類的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好酷喔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可以讓各式各樣的人在上面 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要去分享一下 我那時候是大學畢業才一年多一點吧 然後我現在想起來覺得說 天啊那個時候怎麼會有 拿來這個勇氣來做這樣的事情 還跟這麼多各式各樣的前輩 都很厲害的前輩 然後站在同一個舞台上 但是現在想起來就覺得說 站上去是 真的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雖然說 之前的準備可能還蠻辛苦的 然後也覺得 站上去分享很緊張 但是站上去之後 看到了更多的不同的視野 然後看到了很多各式各樣的前輩 他們在自己熱愛的領域 長期的持續的投入 然後他們有綻放的那種 生命的光芒 就覺得說對是可以去學習的 當我們真的 大家有看到就是 垃圾出現在路邊 或者甚至就是海邊 就是因為 大家不去認同這個議題 或是對環境意識還不夠 但是當我更多人去做這件事情 越來越多人去提醒 其他沒有在做的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議題是要去被關注的 社會上還有許多的角落 是我們都還要去關心的 進而達到這個文化層面的改變 所以我們真的要撿著垃圾 其實可能或許不是在路邊 是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 他是有一個很好的故事的 但是有好故事 會做事不代表 這個故事被人看見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的故事 其實是值得被看見的 但他們缺少一個發生的平台 或許OpenMind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發生的平台 但站上這個舞台 可以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的故事 進而讓更多人支持 然後進而一起行動 一路走來 我們本來以為 最美麗的風景 會是乾淨的海邊 但是當我們整整彎下腰 去細看我們的環境之後 我們才發現 最美麗的風景 不是乾淨的海邊 而是在每一個人 願意起而行 去對環境 付出一點點的那顆心裡面 是這一路上遇到的人事物 讓我們選擇相信 世界上最美的風景 不是美景本身 而是守護美景的心 2016 OpenMind 6月1日開始報名 我們邀請你 一起來分享你的故事 說你的好點子 現在就上網報名